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我叫劉逸章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眾恩堂 我已經報了名 基督教選委的抽籤 身為網上媒體 門徒的作者 我在首篇的文章 已經說要放棄特權的實籍 不能夠侍奉上帝 又要侍奉馬門 首先行政長官的選舉 是一個小圈子的選舉 而選委會 其實都是一個選舉的機器 教徒以基督為元首 並不是地上的君王為首 如果明年特首選委 只有建制派的人參選 我實在容忍不到 自己投給一個選舉的機器 如果真的投給建制派 我對不起神 對不起人 因為我在不義之中 無法作炎作光 最後我懇請其他 已經報了名 基督教選委的抽籤的人 響應門徒的呼籲 參加黃絲帶行動 一起告訴非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不會淪為選舉機器 多謝 大家好 我是謝詠文 來自宣導會會幕堂 今次我參加基督教選委的抽籤 是為了支持非建制的候選人 因此如果抽中成為基督教選委 將會提名非建制的候選人 現在投票的時候 我將投下白票 抗議這個小圈子選舉 希望志同道合的你 如果都成為這個基督教選委 都可以考慮這樣做 我是黃美鳳 香港基督徒學會的社會目跡幹事 在此呼籲 我們為基督教選委 在公布名單之後 如果是建制派當道的 我們就立即投白票 杯葛選舉 我們是應該要棄席的 原因是 我們不應該為特權小圈子選舉作背書 現在我們基督教選委 這一種的參與 是支持了特權階級 所以我們應該勇於 和無權無票的人同行 在權力和秩序 應該要為公義而服務的時候 我們基督徒應該是捍衛公義 反對小圈子特權 而我們更加不應該為政府 去做協調的工具 或者是維持這個政治的 特權的一個工具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定要投白票 杯葛 大家好 我是山後基督徒 攀忙行動的李慧妍 如果你們又是 那麼幸好被抽到 成為基督教實籍選委的其中之一 我希望你們能夠 是投白票 以示對這個小圈子選舉的不滿 我是呂志恒 是來地基督徒的社工 在這裡呼籲基督教選委抽籤的參加者 在明年特首選舉的時候 就投白票 我們基督徒應該率先放棄這些特權 去杯葛今次的小圈子選舉 以及我們去杯葛這些小圈子選舉 以及我們先放棄這個特權 透過投白票 也都避免有政治分贓的嫌疑 我們基督徒一起去努力 去杯葛今次的選舉 去張顯神的公義 我是九龍城浸信會的羅健聰 也是有份參與基督教界選委抽籤的一份子 一直以來中央政府都不讓香港人擁有真正的民主 普選行政象官 繼續以1200人的選委會去選特首 我們更加不應該去參與這場不公平 不公義的小圈子選舉 如果我中籤的話 我是不會參與這次的投票 棄直抗議 我亦都呼籲每一位 如果你們是有機會中籤成為基督教界選委的話 請你們都棄直去反對這場小圈子選舉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今天是《門徒公義》的第53集 又是我Howie 又很久沒見的阿鐘 Hello 大家好 你多久沒開賣? 都... 好幾個月 好幾個月 好掛念大家 大家都忘記了你 其實已經 真的 還有David David 仍在路途當中 所以第一節我們首先會說什麼呢 基督教選委 投棄票換制度 沒錯 其實我們從10月開始 我們門徒 推動一個呼籲 教選委 在接下來的特首選舉當中 去投棄票 以示我們 希望能夠有一個真正的普選 希望能夠更換整個小圈子的選舉 因為這個特首的選戰都叫做差不多中日直路 葉劉就宣佈參選 但卻不斷教 但看起來曾俊華好像幾受歡迎 但我們直到錄音那天 他的請示暫時都未得到中央去批種 還未知道綠燈還是紅燈還是什麼燈 總之因為他剛剛談 他當是星期一他paid了香港 但是直到星期五8時還未批他的 resume 批上了他的辭職 今日幫助他助選的曾俱成都說 希望不休等到下一年年月底 他希望等到第二年月底 特首堤度結束 還未批 那就不用選了 所以究竟什麼燈呢 我都不知道 林鄭有沒有機呢 現在很多說法 究竟誰是Plan A Plan B和Plan C 我很少說特首的跑馬仔 因為我們的節目不是做這些事 說真的 不是做這些事 我簡單說一下 因為都不想雜雜說 其實我覺得這次香港的特首選舉主 是說中央的權鬥 首先要明白一個概念 其實我們所說北京的中央不是一個人 常委你也說有七個常委 就算說中央的政治局也有百多人 首先要知道整個共產黨有很多人 即是阿爺不是只有一個 阿爺有很多阿爺 阿爺不止只有一個 不過現在比較大的就是核心 核心只有一個 你也要看到 其實在香港來說至少有兩個派系在鬥爭 而很明顯梁振英的派系 如果你有看《城報》 或者有其他披露國情的一些刊物 雜誌的時候 千萬不要看香港的報紙 如果你看香港的報紙 或者你永遠不知道究竟現在香港發生什麼事 這樣嗎 是很奇怪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些人 永遠看香港的報紙去留心 究竟內地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你不看回內地的消息呢 我現在都想不通這一點 我們可以理解就是 梁振英現在已經宣佈了不玩 是 還要是被迫 看他的樣子就知道是被迫 很明顯是捧他的派系 已經處於下方先 當然這個派系 會繼續找一些Pan B的人選 究竟會不會是 葉劉已經出來了 已經隔了頭出來 已經宣佈了參選 其實應該就是這個Pan B 你看回葉劉或新民黨 在他的立法會的崛起 很明顯就是中聯辦在背後支持他 就算你看回容可欣 他在新東不能夠出線 其實新東的容可欣掛雙頭牌 除了掛新民黨的招牌之外 還掛了公民力量 公民力量有沒有聽過 公民力量就是當年劉光華 劉光華當年他脫離民主黨之後 但他還未代表民建聯出選 他有一段時間用公民力量去招牌 而這個招牌屬於建制那一面 所以這次新民黨的熱樓出了選 你可以理解他是Pan B 會不會有一個Pan C的林鄭 我不知道 究竟曾仲華是甚麼呢 曾仲華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角度去理解 就是說你看到梁振英 甚至中聯辦的陣營 一直去打 其實就是打曾仲華 那你就明白曾仲華 不是梁振英那邊的陣營的人 相反就是他的敵人 明白明白 所以比較簡單一點 大家可以看這件事 Anyway 講得太多了 我們講回今天的正題 就是說 我們現在叫特首選戰 差不多正式中任這個席路 所以我們會重新呼籲 我們從今年十月頭開始提出的 就是希望接下來的選委 在這次以特首選舉當中 能夠投下一個棄權的票 棄票的意思就是包括不投票 又或者你投一個白票 廢票 甚至在選舉當日你撕爛那張票 而公開向香港人去表明 就是說我們做這個行為 是因為我們覺得這個小圈子的選舉 是沒有辦法給香港人一個真正的普選 以及剝奪了香港人普選國的權利 我們希望從下一屆開始 我們真的能夠還給香港人 有一個真真正正的普選的權利 而說這個普選的權利 不是一人一票這麼簡單 而是作為香港人 是能夠有權去提名自己的心儀 而那個候選人入閘 不是阿爺選完之後 才再給我們香港人 在幾個藍蘋果當中 去選出一個沒有那麼冷的蘋果 這個就是整個我們所呼籲投氣票的行動的理念 不單止換人 最重要是換制度 換制度最重要 因為你看回這次 就算你被曾俊華做了又如何呢 他做到特首的話 其實也可能是說 有核心、北京各方面的支持才能做到 那你做到之後又如何呢 那日後你要付款 聽話 聽話 例如阿爺叫你 香港有義務為基本法 23條立法 那你要聽話 那你會做的 那你會做的 你是從香港人選出來的特首 他不需要顧慮香港人的議員 因為他真正統他上的這個位置的人 在說的是北京 或者是從北京支持的選委去支持他 那麼他要交代的 很明顯就是這個中央 比 19689 的話 曾俊華頂頭的的百分比會好些 大家可能感覺舒服一點 但其實做的事都是一樣 有一種說法 可能北京叫她做十件事 她做了十件事 比其他候選人 可能林鄭 不過林鄭也是長期是梁鄭英的錦麥支持者 是政務司司長 撐住她 可能林鄭叫她做十件事 她就做九件事 葉劉的可能做了八件事 真正華的 當她好一點 起碼要做兩三四件事 是要這樣的 當一天 制度不變的時候 無論選誰上去 只不過是一個沒有那麼難透的蘋果 真真正正 她要改變這件事的時候 不單是換人 我們強調的就是一定要換成整個制度才行 其實我們有很多人會說 未來年怎麼投票呢 投氣票 廢票是不是很浪費呢 我的看法不是這樣的 其實說回幾個原因 說回幾個原因 當日有一些泛民 或者民主派的選委 他們出來說 不是 我們不可以浪費了票 不可以不投票 最主要就是因為ABC這個原因 就是覺得 我們要阻止梁振英連任 但是我們真的要投票這個原因 梁振英已經宣佈了不連任 一定要投票最大的原因 首先 第一 已經是不存在 而第二 就是說 真正有份投票 其實說的是 其實這屆選委有1,194人 這屆選委是不足千億人的 因為有些在提名期間已經是不足夠的候選人 我們說這麼多 投好不投好 但真真正正 我和你都沒有份去投票 是說1,194人才有份去投票 那你說 不是 我有份投這些選委 那我是不是有這個話語權呢 好像是 你有沒有份在選委投票 都是投票 沒有 大部份都沒有 因為今屆的選委選民人數 只有25萬都不足夠 而當日真真正有份出去投票 其實只有10萬 比較鬆 相比香港700萬人口 沒有份做選委的人 不是選委選民的人 多很多 你都不是選民 你更加沒有這個要求選委 教他們怎麼投票 就這樣講述我們基督教 基督教更加是 今次我們是改成抽籤的 原理上 那十個選委 不需要諮詢到底怎麼投給誰 因為他們是擺行運的 當然你可以拗勃的 他提名呢?有人提名他 如果中派或是团体堂会或机构提名 他最多向推荐他提名的堂会和机构负责人去交代 如果从个人组别 最多提名他那二十个信徒人的议员 其实大部份他不需要向你交代 甚至连諮宣都不需要向你资宣 他资宣你就是人情 不资宣你其实是道理的 他最多是资宣提名他的人 或者他背后的中派或某些人的意愿 是很少数人的 你不是中派的华士人 不是团会的华士人 总之你不是帮他吸引他就不需要你资宣 简单来说真的 游戏是这样玩的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在这次的特首选举当中 我们其实是不应该说因为基于支持任何候选人 而去希望去投票呢 虽然我们知道我是没有份去投票 因为我觉得有一件事我想了很久就是说 如果在2014年的占领 当日我们所有有份出来占领的抗争者 如果当日我们因为不支持831的决定 所以就出来占领 没理由到今时今日 无端端就说 喂不要浪费了那票 你浪费了那票 就是抑制了共产党的候选人 我觉得整件事说不通的 前来好像有点矛盾 是的 我问你一下 你记得831的决定是如何? 831就是可以一人一票 但是就有一个筛选的 就是由那千亿人组成一个提名委员会 那就筛选谁可以入习 是的 而那个提名委员会就规定 候选人必须得提名委员会 一个半数的提位 的支持才可以入习 而说明最多只有两至三个人可以入习 但你要注意就是831是觉得 给你香港人有这个普选的 只不过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占领 为什么我们不接受这个831呢? 就是觉得我们不能够接受一个有筛选的选举 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作为香港人 有这个充分的权利 即是来所谓的公民提名 去提名一些我们心仪的候选人 你看回今次这个特首的选举 虽然到今时今日为止 我们还未知道 有哪些人可以在最后入习 但肯定入习的那些 全部都一定会是 所谓中央去免許 支持的那些候选人 就算你说胡国卿 现在表面上政綱最近民主派那个 他未出来宣布他会选之前他去了哪里 他去了中联办的 大家不要忘记他 他入了中联办 即是拿到中联办的墨凯 他才出来的 还有他所谓 他不反对23条立法的 大家好像都忘记了这件事 所以你会看到 究竟最后进入习的 这些全部起码都是中央免許 觉得可以入习的人 所以我觉得 我为什么要支持 投票给他们呢 如果当天我出来战领 我不接受到831的 我接受不了中央 去西选之后 给我去选 为什么今天我可以 接受这一批人呢 你要反过来想 这批人 如果我们说831的决定 当天是落实了 有普选的时候 其实这批人同样 他们都可以 扣过这个提委会 入了集之后去选 我也是要面临同一个状况 就是说 怎样选一个没那么烂的苹果 你明白吗 而831我有机会 有一天一票选 现在我没有机会选 为什么我要支持 一定要去投票呢 我觉得没有这样的可能 就是要硬逼自己去接受 就是说一定要投一票 给一个没那么烂的苹果 那个可能是曾中华 那个可能是胡国卿 或者那个是其他人 我觉得 那票反而你这样投发 你做了一件不好的事 就是做了一个印象 会被人觉得 我们是默许了这件事 觉得这个投票会有正当性 又或者 这次的候选人 没有梁振英这么坏 他民意高一点 他所得的票数 多过689票 会觉得 这个真是好了 这个真是好了 得到香港人支持 我不希望 最后会做到 这样的印象给人 但是如果我们去投这一票 或者交给选委 甚至其他选委 他强行投这票的时候 很容易被香港人有这个错觉 以为 我们已经有阶段性的胜利了 我觉得不要这样去做 所以我坚持就觉得 这票最好的运用就是 不要投 就是欺票比投票好 还要大大声告诉他们 我们不投 我们杯葛这个选举 我们不满现在的制度 不是因为那个人的问题 而是根本这个制度的问题 有多么不公义 没错 就是要彰显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就算经历了 现在梁振英宣布不连任之后 我还是坚持要继续推动 我们会用起票的呼吁 行动 即是这个理由 那我们会做些什么呢 所以我们在前几天 正式推出了一个联署 就是一个基督徒 出省基督教的特首选委 投气票 换制度的联署声明 我们现在都会不断进行 我们也会将最后收集了的签名 就会给现在的十位基督教选委 希望他们在下年特首选举当日 就能够投气票 当然之前要说明你会做这件事 还有那个理念的目的 就是希望告诉大家 我们是不反对这个小先知制度 我们希望下届开始 很明确要有一个普选 还有是有一个 让香港人真正提名自己 心意候选人的一个选举 在立法会方面 同样我们也希望要 废除功能组别 还原回归之前那种 单议席 单票制 回归之后 为什么改了那个比例代表制 改了那种比例代表制之后 你发觉 在回归之前那种建制派 保皇党 他们会 虽然不是很多票 那时候的议席没有那么多 但是就因为 共产党看到 所谓单议席单票制 原来对民主派有利 所以特意在回归之后的立法会选举 改了作比例代表制 但这些所谓建制派用蛇齿饼盛 有一定的票 就是帖票 帖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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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会 帖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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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票可以送到议员去市场 還有一個叫聲音黃絲大的行動 沒錯,這也是我們主持David也有份去錄音的 我們也繼續歡迎信徒去錄音 很簡單,一分鐘的時間說出你是誰 你來自哪間教會,以及呼籲基督教育選委 下年投票,原因,理由,訴求等等 然後你把電郵電郵交給我們 我們就會安排,好像現在每一集節目之前 我們都會播出,讓聽眾和基督教選委可以聽到大家的聲音 好 今集就差不多了,或者我們先休息一會兒吧 最快就要再寫night 無論如何都要看著位置 我們大家基本上任何immers能我會決定 都會見到這裡 這保證的就是好了 我們來看見倫敵онч年 有多久的事 在這裡 我們要不來看見倫敵